战场上 德军士兵欢唱着圣诞歌 若无旁人地走到战场中央 法国士兵正准备将其击毙时 却被自家长官一手拦了下来 更奇怪的是 隔壁英国士兵不仅没有开枪 反而吹响了风笛为德军士兵伴奏 歌曲结束后 德国士兵将手中的圣诞树放在战场上 并与对面的敌人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三方军官走了出来 各自行了军力之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德军掌官果断答应 而这也造就了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圣诞夜停火之谜 如此和谐的一幕 却是一战时期真实发生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法两国达成同盟 一同对抗当时强势的德国 从7月到12月 这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得双方士兵早已疲惫不堪 越是临近圣诞 士兵们想要和家团聚的念想就愈发强烈 每个士兵都期待着战争早日结束 可偏偏到了平安夜这天 三方军营都收到了上级命令 必须在今天加强戒备 严防死守 这让本就士气低迷的士兵更加厌战 然而德军军方为了稳定军心 专门从国内送来上万棵圣诞树 并且 特地请来了一对柏林歌剧院的歌唱家夫妇 为士兵欢庆圣诞 于是 男人高声欢唱起了圣诞歌 士兵吹响口风琴为他伴奏 优美的歌声随着微风传遍三方的战壕 士兵们的脑海里纷纷浮现了一锦还乡的画面 随后一名英军士兵吹响了口中的风笛回音 这让所有德军士兵都愣了一下 男人回过神来 更加卖力地歌唱 甚至忘记了自己置身于战场 冒着被射杀的风险站到了高处 德军军官见状立马立生呵斥男人 但他不仅没有退回战壕 反而做出了更加危险的举动 他高举着圣诞树走出了战壕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然而这时 不知哪名士兵点燃的信号弹 将整片战场照亮 随后 三方士兵纷纷走出战壕 缓缓地走向战场中央 他们各自拿出自家的美酒佳肴 与他国士兵分享 德军士兵掏出自家的巧克力 想让法国士兵尝尝 可他对此却有所戒备 让德军士兵先吃一口看看 毕竟他们早上还是刀剑相向的敌人 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 士兵立马掰下一劫吃下 对方见状接下巧克力 直接大口啃了起来 随后也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葡萄酒 回赠给了对方 此刻他们不再是敌人 而是一群说着不同国家语言的普通人 有的士兵还拿出自己家人的照片 与他国士兵分享 甚至不分国界地开启了玩笑 随后 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向一个地方 原来是英方的神父 准备为三国士兵做平安夜的弥撒 所有人的信仰虽不一样 但此刻士兵们都摘下帽子 聆听神父的祷告 如果没有战争 或许他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 一事结束后 德国的女歌唱家用他天类般的声音 为大家献上一曲圣诞歌 给着一个危险又安全的夜晚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伴随着午夜的钟声响起 三国士兵们是时候道别了 他们十分不舍 因为再次睁眼 彼此就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 然而第二天清晨 德军被一阵阵挖坑的声音吵醒 他们怀疑有敌军士兵在埋地雷 正准备有所动作时 一旁的神父举着白旗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紧接着苏格兰军官也走过来 这名士兵得知哥哥在这附近死亡 但现在停火约定已失效 待在这随时都有被击毙的风险 因此苏格兰军官立声呵斥 将士兵打了回去 德军长官见此情形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走出战壕叫住了苏格兰军官 并且找到法国军官相聚一起 由于今天是圣诞节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德军长官提出想要妥善安葬英勇战死的士兵 因为有着昨晚的经历 三国军官很快就不谋而合 随后 各国的士兵们不分国界的相互帮忙 臣妇也念着圣经未死去的战事祷告 不一会的功夫 空地上就布满了十字架座的墓碑 忙完过后 他们竟还有力气在战场上举办足球比赛 在士兵们的欢呼声下 德军已无比四险胜 等士兵们精疲力尽 大家又三五成群地坐在炮坑内喝起了小酒 并且相互留下自家的地址 相约战争结束后去彼此家里做客 然而现实是 战争还没停止 德军很快就收到了上级传来的命令 总部准备对敌军阵营进行地毯式轰炸 可长官得知消息后 却来到了英法联军的战壕前 德军为了救下敌人 禁孤身来到敌营面前 德军长官邀请英法联军的士兵躲进自家战壕 因为总部马上就要轰炸此地 离奇的是 两方士兵纷纷跟着长官来到了德军营地 五分钟后 铺天盖地的炮火如约而至 因为这两天的相处 三方的士兵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所以 他们才敢相信敌军的话 而这荒诞的一幕却在一战中真实发生 他们停火的精力被私乡的士兵写入了信中 然而信件被法国政府接获 各国高层都大为震怒 为了整顿风气 纷纷往自家前线调派新的指挥官 苏德兰政府更是派出了一名新的神父 给前线的士兵重新洗脑 然而这么多天的停战下来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这微妙的关系 这天 一名德军士兵走出了战壕 新来的英军长官健壮 立马下令射杀 可士兵们互相对视 都不愿对昨日的好友开枪 于是将枪口朝向天空连开了竖枪 他们想提醒这个德军士兵赶紧逃跑 但这也惹怒了英军长官 士兵不敢违抗命令 不得已还是扣下了扳机 可这时 法国军官却从战壕跑了出来 原来被击毙的不是德军 而是一名法国士兵 因为他的母亲是德国人 战争打响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于是在德军的帮助下 他终于与母亲见上一面 但谁又能想到 这见面的代价会是如此巨大 然而这件事被德军高层获知 总不认为这是严重的集体叛国罪名 为此 将他们派去战火纷飞的东线战场 而这一曲 兴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也可能无法兑现 去到彼此家中做客的承诺 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 电影戛然而止 战争无非是农场家的孩子跨越万里去 与另一个农场家的孩子厮杀 他们自身本是无冤无仇 只是立场的不同就让他们刀剑相想 挑起战争的 究竟是谁人之罪 我是郑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